我希望我可以抓住 風潮 跳在兩旁 我先追入水晴 我是你嗎? 能選擇我手擁抱 到別出發 被停下 唱歌 唱著的理督 想給那些不平重複 Dreamer's Cuti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WayTWay 我是Kenneth 我是Milo 我們是三件客 OK 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 四聲聲六月十四號 是嗎? 我不懂 對對對 六月十四號 她的演唱會 唱少管我 我們終於有得看這一個的 因為我們沒有得聽音源 所以我們只能等 我有聽得聽喔 Apple Music有喔 因為他是Apple的人 我不是 Apple的音樂有少管我 我在播周深的整個音樂 在loop的時候 loop到這首歌 所以他應該是播出來的吧? 對 你們猜看他是這個怎樣的歌 我們猜 不用猜等下就懂了 少管我應該是一首很 很有態度 很爽的歌 你? 嗯 Rocker Rocker OK 話不多說 我們拿來看 哈哈 完全沒有給你們答覆 是 還不是Rocker嗎? 好 現在只能做詞而已 少管我一定要他自己做詞啊 對啊 這個是他的Trainmark來的 哇 用電磁的感覺 很爽啊 很爽啊 有什麼關係 刪掉無聊的理由 把承住身體轉送到熱帶氣候 腦袋放空 聚聚的風 用一場遠行當作逃離的風舟 做生活困獸 不如去浪漫宇宙 煩惱憂愁 全部都出口 全部都出口 看你瘋長出柔軟的觸角 給擔憂的人幻想定本去敲 想一點聲多想要 看心情都不重要 一下隔離的流氣做信號 對我遍布人生只能的街道 不再回去城市某間幾乎 靈魂的牆 來囉 我想我可以抓住 風中飄灑的花 不見一場 入睡醒 或是地方 別想在握手擁抱 到被出發 別停下 我想我成為陽光 將淚飛到之下 我成為昆蟲夏 一滴片雪花 我不在乎 想慢慢的玩耀 來囉 太好了 太大聲點喔 又來囉 你要做這種姻緣歌 我只可以講 5 4 3 2 1 超猛的喔 太猛了 喔 太猛了 他是在吟唱嗎 有吟唱了 好 太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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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喔 呼吸 太猛了 來囉 好豐富 操犯了 唱來囉 再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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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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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我一段非常美好 非常欢快的回忆 再来 三 二 一 vey 可以 三姑娘 Эй 三姑娘 你们太了 谢谢你们 三 二 一 最后一趟 很大便 哇~~~ 這是官方的嘛 所以聽到很清楚 看了也看到很清楚 很明顯他就是錄給我們看的 對對對 就好像那種凌俊傑我們只在演唱會 看他播出來的那種 整個MV這樣子出來咯 OK Rock啦不是Rock anime這個 算啦 其實算Rock的 它不是Rock and Roll 是Rock的那種五月天 輕搖滾的那種 那種感覺咯 很好聽咯 整個人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聽完我會全程一直跟著一起搖 他一直讓我想到王菲的一首歌 可是我想不出是什麼歌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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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我就一直在跟著他 一直在搖 一直在搖 我就沒有想到少管我 竟然是這樣的曲風 是這麼開心的 是是 我还以为是很有态度很拽很冷的一首歌 结果是这么happy的 真的在现场可以一起跟歌迷一起互动的一首歌曲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看到一大群歌迷心里面就想到 为什么不是我 对而且那种生命每天想抢不到票多失望多失望 到底你有没有在刚才的那个现场里面幸运的你 我觉得很想去也成为当中的一分子 很多人都买不到票是在外面的 是的 已经很多了很多人在外面停 有看到那个图吗 很可怕 很多人在外面很恐怖 好像外面有另外一场演唱会跑着这样子 我觉得就算他办多少场应该都卖完了 你给我啦我是不会想要站在外面的 大死我都不会去 我一我就去里面 二我不要 可是你买不到票啊 你在外面也OK啊 我觉得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当年1999年年Michael Jackson 我就是在外面爬树爬上去这样望远方 很可怜的你懂吗 可是你有这个记忆了 因为你上去 我觉得 他们也想要这个记忆勒可能 没有啦 我跟你讲 粉丝跟迷心态你不可能不想去 你要支持他你要给他动你我去啊 你给我我也要去 你少管我 那是我的心情 可能去多了还会搬多两场 这是我的心情啦 如果我买不到票我也应该会蹲在外面 当年陈奕迅呢我也是有蹲过一天就在云顶了 有两场我买到一场第一场我买不到 就好像他去接阿佑吉接完了 然后还要提早一天去站在外面听人家彩排 听完彩排 隔天去演唱会 第二天去演唱会 最后一天又再去送集 这个他也做过了 他先做的 所以是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要让他懂我们歌迷在支持他 对啊 的一个举动来的啦 很开心的一首歌了 可是我想象中应该是这样的哦 因为 因为深深每次都 在那种场合少管我 是为什么 是开心的 对啊 是对粉丝啊 要不然就是倒你的头 对啊 所以感觉他 我觉得他就是出一个跟粉丝 互动的 互动或者有 connection的一首歌 然后 他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不会很难的 我觉得很好的 尤其是如果要一直扮演唱会啦 嗯 有一首这样的歌哦 第一 你可以比较休息一点 对 第二 你的粉丝可以唱 这是现实的 OK 知道 然后第二 感觉是 歌手跟粉丝的一个回忆 的一个作品来的 好像我们那里看 花花在海边 向阳儿生 好像也是跟粉丝的嘛 像这个 也可以是跟粉丝的 然后比较轻松 大家都可以唱到 不是很大难度的歌 然后哦 深深就可以男团出道勒 可以唱跳 很多勒 很多舞蹈勒 这首 可以唱跳 然后那个舞蹈也不难哦 他重复性蛮高 所以其实也很好去 学跟跟 就不像kpop的哦 全部很鬼难的 可是大家还是跳得到 所以这个更容易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学跳的话 就可以拍视频 放上去 是 我觉得这首歌很多多巴胺 很开心啊 听了 然后像他讲的 跟粉丝一起玩 你懂那周深 没有多少首歌 是大家粉丝可以一起唱玩的 所以这首是其中一首 又可以一边跳 一边回音 一边有个互动 然后 因为刚刚我也是从演唱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这样子的歌 歌手跟歌迷之间的 那个距离就会更清净一点 在演唱会上就不会 大家永远只是静静坐着听你唱 然后你唱到很rock的时候 大家又不懂应该给你什么反应 因为太激烈 那种周深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观众又不可能跟着你跳 又唱不到 所以好像有一点 只能欣赏你 可是这首歌就有点 突然间 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一起玩 一起做好这首歌 少管我 这个词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 我们的一个语言 我觉得这个歌是 真是一个粉丝福利的感觉 是啦 跟粉丝创造的回忆 做出一首歌 他下一张专辑 可以唱另外一首 保你的头 每个专辑有一首 这样子的歌 真的 然后过了那么久 我们才只看了三首 对 刚刚很快的 我们会接下来一首 希望 因为他一直都跑学年了 希望他们放越来越多 他新歌的视频出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 这样子 下次我就去在现场了 你们就在这里做reaction 你去啦 你去啦 可能你去中国旅行的时候 他刚好在呢 你去拍了回来 我们可以react 你拍了 这样快讲了吗 我十月会去贵州贵阳 你准备啊 有没有演唱会呢 有没有演唱会 十月头 准备去接 买罗拉贵州的朋友 这地区神神的家乡 OK 我们今天的reaction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和订阅和分享 大概旁边小铃铛 我们有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同时呢 来支持我们一首歌 我们必须障礼 为我们一节三连充电 有能力的来支持我们 Patreon 安发电 我们下期再见 Bye